2051年,人类死的只剩50万人,只能退居海洋,用两层高枪围棋要塞 他们已经集合所有能用的武器,但战火燃起时还是活力不足 敌人是一种叫白长丁的怪物,它们遍布地表,数以亿计,单体战力也让人升卫 战机扫射到机枪过热,却战过身卫 一艘巨轮试图逃命,但已被白长丁攻陷,它一头撞在基地中央,进一步加剧毁灭 士兵再无立足之地,脚下就是无边怪兽,最后一批人类也灭亡了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玛,这次为大家安利最新科幻大作《明日之战》 故事发生在2022年,丹曾经是特种兵队长,退伍之后变成中学老师,想干点事业却屡战屡白 还好,女儿可爱懂事,时常开刀鼓励她 这天,她跟妻子女儿一起看球赛,就在球员准备射门时,球场忽然爆出强光 一伙士兵从天而降,球员和观众都傻眼了 对方说,自己来自30年后,他们正跟一种叫白长丁的怪物苦战,节节败退 在打不到一年,全球人类都要灭绝,唯一获胜的机会就是让现代人派取援军 他们在全球建立穿越设施,让人们能传送到未来 世界各国积极面对,第一时间派1000名士兵穿越 然而,有一半的士兵其实是不符合穿越资格的死伤惨重 各国只好强征符合资质的平民入伍 平均每周派取几千人,但他们的存活率只有20% 未来战局还在恶化,预计未来人口只剩下50万人 越来越多的平民有去无回 有很多人开始愤怒反战,认为未来人的战争,关现代人什么事呢 还有些人消极懈怠,认为未来输定了 终于丹也收到一条征兆通知,要去验证穿越资格 检测人员启动一种未来仪器 看到丹未来的死亡证明,确认他将在2030年死亡 就宣布他符合穿越资格 其实呢,这个穿越资格就是确认穿越者在目标的时间点 2051年前已经死亡 这样他穿越之后就不会出现我遇到我自己的悖论 所以入选者一般都在40岁往上 丹还在为自己7年之后就会死而震惊 但对方没有空理他 强行给他胳膊上打上一种穿越装置 这能把他送到未来也能接回仙台 其实丹也想过逃兵役 但那样的话,家人就得替他服役 他想了想,还是在告别家人之后来到新兵基地 他在基地认识了两个新队友 一个叫蔡黑,是扶不起来的菜娘 另一个叫猛黑,已经是第三次来打怪兽了 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白长钉的爪子 那是前几战的战利品 军官宣布,这次穿越作战为期7天 大家如果期满之后还活着 就会被自动传送回来 他们的传送目的地是2051年 那时是战争末期 人类已经快要被灭 有人提问了 干嘛不穿越回战争的早期 直接扼杀怪兽呢? 其实这是因为穿越技术还不成熟 只能在2022和2051往来 当晚大家准备休息 不了警报大作 他们必须立即穿越 这些新兵,枪都没学会呢 大概率是去送人头的 但军官没法再等 因为未来只剩下一个研究白长钉的实验室 他正遭受攻击 如果不守住 后果很严重 新兵们的穿越地点就在实验室附近 他们将穿越到离地2到3米的高度 摔到地上 倒数完成 新兵一排排穿越 他们高声尖叫 声调被扭曲的像鬼魂 糟糕的是吧 大部分人起飞之后 穿送员才惊觉输错了穿送坐标 穿越点不是离地2到3米 而是2300米 丹穿越到2051年 发现自己跟新兵们在云层之上 所有人都在惨叫 大多数人直接摔死 丹和几个运气好的掉进水里 才见了条命 这里是美国迈阿密 波士传来的怪兽咆哮和人类惨叫 说明这里已经基本沦陷了 一段无线通讯传来 对方是人类最后的军事基地 领队是个女上小 他说迈阿密已经被怪兽攻陷 他竟用战机毁灭整个城市 但是有一对科学家被困在附近的实验室 丹的任务就是救走他们 丹是文一在战场当过指挥的 顺理成章成了指挥官 他挑一男一女组成侦察小组 确认前方没有怪兽之后 找到实验室大楼 大楼中央挂着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呢就是女上逍遥的科学家 这个任务没法完成了 他只好推而求其次 让大家把实验成果带回来 所有人必须小心 因为怪兽既然把尸体留在了大楼里 就不会走远 大家拿门所有的实验成果 从楼道小心翼翼撤离 侦察小组走到最后 他们发现头上有个奇怪的绳子 其实那正是白长钉的尾巴 他们正偷偷摸摸地窥探 怪物们从尾巴射出钉刺 人们也朝天开火 但他们开枪太过慌张 没有打死怪兽不说 自己反而不断解缘 但留下了电后 他意外看中怪兽脖子 猛黑呢在朝脖子补一枪杀了怪兽 他在前两次服役时 知道只有打怪兽的脖子或者肚子 才能杀死他 此时战机已经准备轰炸 城市的毁灭尽在眉睫 主角们却还在城里 上校派三辆军车接他们 可他们刚笑起来就惊呆了 更多怪兽忽然杀出 连人带车都摧毁了 大家硬头皮交战 希望能从怪兽群中正面杀出 一路却还是剑云不断 第一波轰炸开始 倒是帮忙干掉了一些怪兽 但也没法阻止 更多怪兽包围过来 侦察二人组 一个摔断腿 一个被剑刺射伤 但不忍抛弃 却也没法救 一失为难 都被烧成红色 但失去意识 在睁眼时 也被送回军队医院里 身边只剩下 蔡黑和猛黑 其他人都没能停下来 猛黑在沟通时 交代了自己 为什么这么猛 因为他得知自己 六个月之后会死于癌症 但他认为 老天无权决定自己的司法 自己拒绝死在病床上 非要死在战场上 这个愿望倒是 很有可能成真 因为他幻音刚落 上校就把三人 编入新的校队 让他们继续参战 这一次 丹跟女上校聊了聊 意外发现 他竟然跟自己同性 又问他老家呢 发现也是一样 他火人大悟 原来这就是 他未来的女儿呀 昨天他还才九岁呢 今天竟然比自己 还了不起了 他也跟丹一样 文物两开花 曾经在军队负责科研 他拿出一段录像给丹看 之前他们在迈阿密 打的白长丁 全都是雄性 而录像里面是雌性 他的体型更加巨大 而雄性也会为 保护他付出生命 前阵子 女儿研发了一种毒素 能毒死所有的雄性 但不知道为何 就是毒不死雌性 他希望找到原因 研发出连雌性 也能毒杀的毒药 为此就得先 抓个雌性过来实验 附近就有个怪兽巢穴 有头雌兽被困在里面 有待抓捕 士兵们所降下去 踩着一地人类骨骸 把雌兽拽了出来 他虽然被绳索束缚 但力大无穷 局势渐渐失控 女儿所将帮忙 勉强控制局面 这时雌兽仰天长啸 惊动方圆井里的飞鸟 也引来了无数雄性 丹大虎不妙也所将帮忙 这是此手正想吃女儿 丹从背后吸引他射自己 女儿也趁机反击 所有人前推后转 可算把他关进笼子了 直升机直接把笼子拽飞 一群雄性飞扑拦截 还好螺旋桨 把他们全都切碎 妇女两人本该 做第二架直升机的 但那一架爬满怪兽 飞行员绕来绕去 还是机会人亡了 两个人只好改成吉普 他的机枪威力巨大 女儿扫清一切追击怪兽 跟丹逃到了海边 他对丹舍身来救自己 有点不满 丹不理解自己是父亲 当然不能抛弃女儿呀 但女儿说 不是的 你就是抛弃了我和妈妈 我十二岁时 你跟妈妈分居 我十四岁时 你们离婚 我十六岁时 就是二零三零年 你车祸去世 永远抛弃了我们 丹无畏杂沉 说不出话 两人换乘直升机 沉默着跟在 磁兽后面 飞进了海上要塞 这里是人类最后的防御中心 巨轮史生活区域 航母则起落战机 跟战舰形成最后的防线 城中央则是一座科研基地 树立着极大国的国旗 在这最亮眼的是一座穿越塔 多亏了它 人们才能在2022和2051年往来 妇女俩经过冷战 都假装刚才的争吵 没发生过 女儿正在对磁兽进行毒素试验 他为防止怪兽失控呢 每小时都会给他扎镇定剂 他将挨个毒素尝试 花时间筛选出 百分之百能杀磁兽的毒素 丹全程陪在女儿身边 稍微弥补了一下两个人的感情 不过 他们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充裕 因为明天就是丹复役的第七天 明天一早 他就会自动回到2022年 女儿计划着 如果自己真找到了有效毒素 一定要让丹 把他带回2022年 因为现在的人类 已经用光人力物力 反观 2022年人类还处在鼎盛时期 有实力量产毒素 杀光所有白昌丁 两人正说着 女儿终于找出了 百分之百完美的毒素 可他们还没高兴 此时又醒过来 再次发出整天咆哮 方圆几十公里的无数行星 又被召唤过来 试死营救 武装直升机赶赴城头 去清理不干净怪物 方线开始崩溃 妇女二人准备撤离 丹想在走之前毒死此兽 但现在毒素只有这么一点了 不能浪费在他身上 必须让丹带回2022年 两个人准备坐顶楼的直升机逃走 但怪兽已经突破防线 出现在他们身边 妇女俩被靠背 逐一消灭他们 继续赶路 这时穿越塔已经开始预热 预计四分钟之后 就会把丹传回2022年 眼看成功在即 情况却急转直下 首先呢 女儿不幸中了尖刺 行动缓慢 其次直升机屏已经沦陷 直升机只能转移到别处来等他们 两人搀扶前进 发现白昌丁已经攻陷巨轮 它撞向基地 引发大爆炸 把直升机全部泄入海洋 女儿再也跑不动了 一头白昌丁试图把它拽入海洋 丹则紧紧抓着它 此时距离传送只剩20秒 女儿终于放心 主动松手 丹失去理智跟着跳下 不过他才落到一半 就被传送回了2022年 跟他回来的还有几个战友 包括猛黑 他们斩伤严重 但得到有效救治 丹把女儿找到的毒素 交给军方复制 感觉自己像成功了 又像失败了 他还发现菜黑也活了下来 不过其实他并没有保卫基地 只是躲了起来 但谁又能指责他什么呢 丹恩回到家里 被妻子女儿心情欢迎 他恍若隔世 直觉地对不起他们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当天夜里他难以成眠 把未来的一切都告诉妻子 妻子倒是没有指责他 而是跟他分析挽救的办法 但回想 前这儿跟女儿沟通情报时呢 女儿曾说 这些怪物最初并不多 只是繁殖疯狂 他们第一次露面 是在2048年突然袭击俄罗斯 经过了三年的疯狂繁殖 就遍布全球 消灭了几十亿人 未来人曾想查清 怪兽具体是哪来的 但卫星雷达都没能找到一丝线索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单想把白长丁扼杀于萌芽 却不知道 他们具体会出现在哪 而且他们只是 2048年才袭击俄罗斯 并不是2048年才来地球 可能早就潜伏着 很难锁定时间地点 但说到这儿呢 猛人想到 自己有办法确定时间地点了 他找到猛黑问他要爪子纪念品 他们拿科学仪器观察 发现爪子上残留着怪东西 而那竟然是火山灰 而且是长白山的火山灰 俄罗斯的怪兽 怎么会有长白山的火山灰呢 碰巧丹有个学生式火山迷 他反而给丹讲起课 在公元946年 长白山发生过一次大爆发 威力堪比1000颗原子弹 他喷射的火山灰覆盖半个地球 至今仍然残留在洞土里面 俄罗斯也有 所以白长丁可能是在挖 俄罗斯动土时爪子上粘了火山灰 这样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当初卫星拍不到他们了 因为他们是从地底往上挖的 他们千百年来一直潜藏在地下 可他们藏了那么久 又为什么专门在未来钻到地表呢 大家又调出气象预测图 发现气候变暖会让俄罗斯冰川 在未来几十年融化 所以怪物不是挑时机苏醒的 而是被融化唤醒的 丹请求国防部长把自己送到俄罗斯 但部长不信他的说辞 而且前阵穿越塔被毁之后 人类跟未来的联系也就彻底断了 人们坚信 三十年之后的毁灭 比江来临开始打砸强烧 不长皮育本命 但只能找个不怕死的飞行员 非法带自己去 那就是他的父亲 父子二人带着复制出来的毒素 还有猛黑菜黑灯老队友 被到俄罗斯 他们的雪地车有特质探测仪 能扫描到冰川下不对劲的地方 有一处地方 所有人的探测仪都出了问题 他们就从那里扎开冰川 果然发现地下有艘外星飞船 在一千多年前 白长丁就是坐他来地球的 大家翰开飞船闯入驾驶室 发现驾驶员意外身亡 看来他不是正常着陆 而是意外坠毁在地球的 此外呢 驾驶员还是另外一种外星人 白长丁则全部休眠在货舱里面 看来他们俩是两个物种 驾驶员是发达文明 白长丁呢 则是他们的某种身后 或者是灭星级武器 不管怎么样吧 杀光这些丑八怪就好了 所有人拿药注射 白长丁抽搐惨死 看来生效了 但他们的惨叫声唤醒其他同类 这时扎针已经来不及 只能开枪 可刚才他们遇到的只是一部分 还有满船怪物都从沉睡接连醒来 这下子子弹是杀不过来了 只能炸毁整艘飞船 猛黑暗雷爆破 跟着满船怪物同归于尽 他终于实现了渴望的死法 刚才所有人进入飞船时 丹的父亲跟彩黑留守在外面 前阵子怪兽奔逃出来 父亲精准击杀怪物 彩黑也误打误撞用电锯捡了个人头 但是还是有一头雌兽逃到了外面 三个人必须把他斩尽杀绝 父亲首先狙击雌兽 但连开竖枪都不致命 眼看就要被怪兽扑倒 这时丹英雄就跌 用雪地车撞飞雌兽 跟父亲一左右射击亚致 雌兽先是逃进雪雾消失 又忽然偷袭 父子俩短兵相接刺瞎他的眼睛 丹还趁着他下眼乱转 把毒素刺进他的胳膊 谁料呢 他竟然咬断胳膊 中断了毒液传播 父亲站在悬崖边上划伤自己 想用雪星引来此兽同归于尽 但飞扑此兽将他割喉 又把满满毒素塞进他嘴里 他痛苦融化又被一脚踢下悬崖 终于碎成渣渣 父子两人历劫躺在一起 庆幸活了下来 彩黑呢引来蹭了个镜头 至此俄罗斯所有的白长丁都被杀死 各国政府后知后觉大肆宣传 这个国防部长尤其不要脸 竟然扬言是自己一手领导精英部队消灭了所有怪兽 但倒是并不在乎这些 因为他已经改写现在 所有糟糕的未来都不会再发生了 他很少再去考虑未来的事情 因为最美好的未来其实就是现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外fans 咱们下期再见